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棵树干却长在一起 上下之节连着 这是什么呢 就是无量节以前 有一对男女 彼此相爱得很深 他们发愿 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之 这对男女一见钟情 结为夫妇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嗜好 就是钱 男的拼命赚钱 女的拼命花钱 一个来一个往 非常热闹 可是 爱得太深 醉造得太重 生生辗转沉溺 堕落到畜生 恶鬼 地狱等 如今已成草木 这两棵树干本来应该是两棵 可是依然长在一起 缠绵不相舍离 你看 左根伸出一枝来 胶抱右根 右根又伸出一枝来 胸懒左根 这就如同男女各自伸出戈背 互相胶抱 可见 素食吃爱之猎袭 至今已成草木 由不能舍 并且 这两干之中有一块石头 他们视若珍宝 这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是他们往西银行存款的布子 这棵树干早在几年前 有一次我们到城内河边说法 就把它捡回来 你看 头也割断了 根也被刨破了 只露出赤裸枯稿的枝干 但仍然如胶似气地纠缠在一起 这不是太可怜了吗 由此可见 爱得太深是多么的危险 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有人心想 法师 您说这个法 我是不可能相信的 既没有根据又不合逻辑 大概是您哄孩子说梦话吧 信不信有你 我也没有办法一定要你相信 因为这个法是很难说的 人迷恋到爱情上 不论你如何点醒他 他还是不能接受 天下最害人的就是爱重情深 最高尚的就是修道清静 人不是不知道 但明知故犯 所以不能从矿节的习气里出离 中国有句俗话 手拿干屎绝 麻花他不换 这好比人执迷于情爱 你告诉他 舍弃这个邋遢东西 修道可贵 可是他仍会固执不肯回头 所以说 天雨虽宽 难润无根之草 佛门虽广 难度不幸之人 这块木头我保存很久 很多人来我也不让他们看 因为说这个法 他们也不相信 还要等待时机成熟 这次诸位从远方来朝圣 我把这块木头带到万佛殿 隔了差不多三个星期 尤为开口 可是若再不讲 恐怕就没有时间了 所以不管诸位相信与否 我也要说出这块木头的姻缘 听了这段开示 大家有什么感想呢 执着就把人害死了 因为大家有情 所以叫众生 因为众生都有情 有情就轮回 冷言经上讲 纯情即沉 情重了以后就下舵 往下走 不往上走 反过来呢 是纯想即非 如果心中都是远离分别执着的经验 就往上升 所以一些善人可以升到天堂 因为他们乐善好施 对世间的东西和情感不是那么执着 看得比较开 可是一般的人 有家庭 有小孩 成天拴在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上 而且直迟坚决 不肯放手 这样的话 就免不了要下舵 甚至于临终的时候 不能往生 还要再继续轮回 有人说 我想舍掉 但是我就是舍不掉 我不是不想舍 其实这从骨子里头 还是不想舍 嘴上说说而已 有人说 不是 我是真想舍 好 如果真想舍 去诵经拜颤念佛 把你的情直的那些内容 那些精力 那个执着的力量 全部用来执着功课 去求佛你试一试 如果真能转过来 你肯真做 用不了多久就能见像 到底多长时间呢 就看你使多大的劲 有多大的心了 你如果真的情直很重 那试着把这个执着 用来执着念地藏王菩萨 念八十八佛 念阿弥陀佛 从早晨睁开眼睛 一直念 念到晚上睡觉 不能念了 拉倒 白天没时间和别人 计较是非 念佛 没时间议论别人的是非 念佛 没时间琢磨情人变心 念佛 没时间伤心固引自怜 念佛 总而言之 时时刻刻 在在处处 念佛 把你和佛 绑在一起 你不舍佛 佛就不会舍你 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有体验 因为你在想烦恼时 发现你想不起来了 想起来的都是佛菩萨 那时清凉自在 就回到了你的身上 一定要真修实干 才会见效 那时候 让你再执着感情 你也不想执着了 你就会放下了 就会体会到 安心修行 随缘了业的自在 情在哪里 情是什么 请大家想一想 我就希望 我老公赞扬我 做饭做得好吃 我就想听一句好话 多可怜 就想听一句好话 可是老公吃完饭 一抹嘴 睡觉去了 或者看报纸 喝茶去了 他就不说 这个饭好吃 因为他脑子里 想别的事 根本就没有想到 你的饭好 还是不好 你为什么想听 那句好话 想听那句好话 自己说 这饭真好吃 我自己做的 多好 为什么要听别人再养 求别人 就有求不得苦 有求之心 必受其辱 谁都是一样的 二 阿南的洗澡水 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阿南 相貌非常庄严 佛陀有三十二种相好 阿南三十相 有一次举行法会 佛陀带领许多弟子 去受贡 阿南有事儿 没赶上 于是就单独脱布 去启食 走了很久 来到一个村子 布还是空的 阿南又热又饿 又渴 刚好前面有一口骨鸡 一位女子正在那儿打水 阿南走到井边向他淘水喝 这名女子抬起头来看见阿南 眼前一亮 心中发出赞叹 多么庄严的比丘啊 这名女子名叫摩登嘉女 她一看到阿南 心里升起强烈的爱意 所以高兴地将水倒进泊中 并瞪着大眼 注视着阿南 直到她离开 她一回到家 就要求母亲摩登嘉 设法让她嫁给阿南 她的母亲知道比丘是神圣不可犯的 女儿这种爱恋之心 根本不可能实现 可是女儿死求活求 一心只爱这位比丘 摩登嘉爱女心切 只好成全她 摩登嘉会念一种先犯天咒 就用这种咒术控制了阿南 使她身不由己的 受摩登嘉女的摆布 佛陀有她心通 直到阿南受难 被外道咒术迷惑 赶紧派文殊菩萨去找回阿南 并教文殊菩萨用能言咒 破除了摩登嘉的咒术 此时 阿南正在摩登嘉女的室内 在即将破戒时 忽然间清醒过来 马上离开摩登嘉女 跑回佛陀的修行地 摩登嘉女见阿南忽然离她而去 心中非常难过 便一路追赶 来到佛陀面前 请求佛陀成全她对阿南的一片痴心 佛说 你真的爱阿南 摩登嘉女说 我真的非常爱她 阿南正在里面洗浴 佛就叫人把阿南的洗澡水端出来 问摩登嘉女说 你真的爱阿南 你爱阿南哪里呢 她说 我爱阿南的眼睛 爱阿南的鼻子 爱阿南的嘴 爱阿南的声音 爱阿南走路的样子 总之 我爱阿南的一切 佛说 你既然那么爱阿南 这盆水是阿南的洗澡水 你就把它喝下了 摩登嘉女吓了一跳 佛啊 呼能观察人生的不静 再也爱不起来 原来阿南的身体一样这么脏 那还有什么可以爱的 从此 爱念 贪念都消除了 顿然开悟 正悟出国 三 提婆拔提蛇子 佛在世的时候 又有一个叫提婆拔提的女人 说她最爱她的男孩 因为宝宝长得特别漂亮 非常可爱 小孩子能不爱吗 爱死了 她说 宁可我死 我都会爱孩子爱到底 佛笑一笑说 是吗 马上就用神通力 献出四个大力叶插轨 各扛着一座火山 从四面围过来 当大火的热闹逼身的时候 这女人就把小孩 挡在自己身体前边了 佛就问她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说 我现在顾不上孩子了 眼看大火就要烧到我了 只要能保住性命 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这就是生言死都要爱孩子的妈妈 前后的话都是她自己说的 母爱是伟大的 甚至用来作为慈悲的象征 但是一旦参入了私心杂念 都免不了要变味 何况是男女之间的种种贪爱 无非是原生原灭 人都有自私心自利心 什么时候条件成熟了 他就一定会献钱 万一再加上业力的作用 赶上来个讨债抱怨的人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必一往情深 甜言蜜语说得再好 也没有用 浓情蜜爱得再深 也没有用 所以不能只从一方面来说 还要看另一方面 要是认不清这些 一不小心掉进去 可就没完没了了 所以《冷言经》上讲 如爱我心 我脸乳色 以示因缘 经百千节 常在缠缚 真正的慈悲呢 是慈悲天下一切众生 不是仅仅慈悲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情侣 佛法就是要我们 发扬这种慈悲的精神 要给一切众生自由 给他们生命 所以情职这件事情 可以 并不是不可以 但不能仅仅执着于 自己的感情 和自己的家人 小孩 要随着修行 把我们的心量逐渐扩大 慢慢扩大到 像佛菩萨一样 慈悲天下一切众生 像佛一样 把每一个众生 都看作是自己的独生子 佛菩萨有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不管多远 都看得清清楚楚 听得清清楚楚 感受得清清楚楚 十方三界 有无量的佛菩萨 在时时刻刻的慈悲 护佑着我们 我们遭受痛苦 佛菩萨也不忍心 但是我们愚痴 就是不明白 就是不肯从这里边跳出来 那怎么办呢 就利用这个情职 扩大自己的心量 慈爱一切众生 去以义工的心态做事 去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 我们从身边小小的事情做起 努力去行善 做着做着 就把自己忘掉了 自己都忘掉了 那个什么情 什么职 也就无影无踪了